道轩律师和孙思淼教化恶龙 玄奘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 他的道行正敬正德高深 他手下的优异学生各个都是误了道的 这些沙门都不是普通的沙门 就直举道轩律师来说都是不简单的 道轩律师是玄奘法师的学生里头的一个 不算很高的,是中等学生 但是在我们当今来说都应该是俱价 道轩律师是专注律仪的 他跟药王孙思淼的关系非常好 孙思淼是道家,不是佛家 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有一天,道轩律师和孙思淼下棋 还救了一条恶龙 两人在下棋的时候 突然空中一阵乌云就扑来了 就降下来一条恶龙 然后跪在道轩律师的面前 喊,请圣僧搭救 道轩律师就问他 你犯了什么事了 恶龙说 圣僧快快救我 有个天竺的恶和尚要追杀我 恶和尚追来了 驾起法,神族通 马上就要把我追上了 道轩律师说 这样,这样 孙思淼的法子多一些 孙先生厉害 孙先生,孙先生救他 孙先生问这龙 你能不能变化呢 恶龙说 我能变 孙思淼说 这样,你赶快变个菜子 赶快变 这个恶龙一下就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菜子 道轩律师和孙思淼 叫化恶龙 这个恶龙一下就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菜子 孙思淼就把他拿到以后 随手就把自己的毛鼻管取下来 就塞在一个鼻筒里头 刚刚塞好 那个恶和尚就追到了 呀,一脸横肉 就问 请问两位道轩律师 你们看到一个恶龙从这儿过没有 他们说 哎呀,恶龙没有停 都跑远了 大概好像从这空中绕了一下 恶和尚说 这家伙 我非把他收了不可 道轩律师就说 算了嘛,算了嘛 哎呀,他躲了就算了嘛 你又何必有执着他呢 恶和尚说 他要吃人的 我要弄他 实际上 这位并不是什么恶和尚 这些都是因果因缘关系 那么道轩律师跟天主和尚说了一阵 这个和尚就走了 道轩律师和孙思淼 这才把龙放出来 并叫化他不可伤生害命 这个道轩律师啊 经常是在山中修法 天人送饿 就是说 他的饭啊 饮食啊 都是天人仙女 仙子们给他送来的 他不吃凡间饮食的 道轩律师 你说 他有好高深的道性 他就是玄奘法师的学生 本故事来源于 《记心经说真谛》 这位判施就好 这位判施就好 的